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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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外宋宇宁还参加过明日之子第二季的比赛 只可惜当时没能够打动吴清风惨遭淘汰 所以综合来说宋宇宁的战绩并不算特别好 这次中国好声音的机会对他而言意义非凡 诚则亦非冲天败则原地踏步 当他说了这么多其实并非想要刻意的贬低宋宇宁 他能够考进中央音乐学院并且进入到伯克林音乐学院深造 其实本身就已经足够证明实力了 只是如今所展现出来的音乐功底尚且不足以支撑他 压制其他几位选手更达不到独冠的水平 如果真正因为签约灿星而被捧上了王座 不仅对宋宇宁没有好处 对整个节目更是一种嘲讽 说实话中国好声音被骂了这么多年的内幕 如今好不容易出了单音唇 汤红这些优质的素人歌手 希望能够好好度过最后一个阶段 让这档大型的英宗也要没头气 不知道你怎么看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